来到花莲市的垃圾掩埋场 处理在眼前的是这一座座的垃圾山 目前全线的堆滞垃圾量高达10万公顿 平时受到风向的左右 恶臭气味时不时的就飘向市区 影响民众生活 现在当务之急是要加速的去化 否则令人担心的是 恐怕还会带来安全上的隐忧 去化的时间裸露的垃圾大概要三年多 那堆积的垃圾也要三年多 总共加起来是六年多 这对不只是花莲市 连吉安乡的一些居民也受到相关的影响 因为垃圾堆在那边 第一个味道的部分 第二个如果万一发生了大火 其实会造成空气的污染 那再来就是台风来临 那花莲市的部分是濒临在海边 那如果垃圾掉下去的话 可能会造成一个生态浩劫 外界的优先不是没有道理 因为花莲的垃圾堆置问题越来越严重 尤其是从地震以来 梳花道路中断到年底之前都有管制 打乱了县政府原有的垃圾处理计划 现在垃圾量不减反征 问题日益严重 其实这两个月 其实累计量都有很缓慢的在上升 我们其实也蛮担忧的 20403之后路断了 所以我们梳花公路将陆陆续续到 现在8月9月中断了将近两个多月 累计下两个多月 大概有68天左右 再加上一些管制的时间 大概十几天导致我们其实转运的车辆也过不去台泥 所以没办法转运 那这些天天的垃圾量呢 就是又累积在掩埋场 那加上台风我们家家户清出来排出来的 废基物又比平常的还要多 对所以其实都是累积下来的 目前全线的垃圾量超过了10万公顿 县府环保局已经向公路局申请 载运车辆管制期间通行许可 希望能够加速进行垃圾的区化问题 而至于携请宜兰台东临近县市处理 或者是希望台银能够增开气化炉 加速区化速度 目前都还是自然难行 花莲的垃圾问题 短时间之内仍然缺乏有效的解放 人间新闻后面乔 在花莲的采访报道